是雪峰山寺 这一天有一个 有一个 餐盒子 到这来 你从什么地方来的 从浮船 从浮船山寺那里来的 浮船 反浮的浮 船 海里面那个船 可能是雪峰山寺说吧 雪峰山寺说 生死海未渡 云河浮船 渡这个大海要做船 做船才能过这个海 海还没渡 船要用 怎么可以把它翻过来不要了 那么 这时候 我们 暂时这么说 生死海未渡 云河浮船 这来的 在这个山寺没有办法回答这句话 那么他就 住了几天他就走了 走了又回到浮船山寺那里 说是你到什么地方去了 说是我到 水封山寺他去的 水封山寺对你都说什么话 就说这句话 如此如此报告了浮船禅师 是浮船山 有一个禅师 在那儿招呼 用山的名字称呼到浮船禅师 福川禅师说 本来没有生死 要传干什么呢 生死还没度 没有生死吗 渡生死还干什么呢 那么他又离开了福川禅师那里 又回到这个学丰禅师里 学丰禅师又这么问 他就回答这句话 本无生死 可能学丰禅师说这句话未必是你说的 那是福川禅师说的 说是的